大家好,我是张小车,这一期咱聊一聊美国私人交易车管所交税的事,首先我们买车就两大渠道,第一从dealer手里买,第二是从私人车主,私人卖家手里买,从车行买车基本上没有太多操作的空间,而且各个州法也都是法律要求他代替车管所向买家收税这样一个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车行买车的时候顺便就把税给交了,非常规范了,已经成型了,没有太多操作的空间了,但是私人车主之间 交易是有的,有人会说不就少写点价格吗,那个东西说不清楚,有一些它确实是州法赋予的权利,你给亲朋好友,你给自己的直系新属,可以以折扣价格,甚至说礼物,把这个车赠送给谁,我今天要讲的是,我如实汇报成交价格,没有任何隐瞒或欺骗的,但是是车管所,乌价税务系统里边的漏洞,让我占到了便宜,来咱直接拿事实说话,这个是state of Georgia,索治亚州的一个注册, 这个地方是贴牌照小标签的,这政府的文件,我就把我自己的姓名和我的家庭住址给盖上了,其他的都是可以公示,这是我1996年丰田皇冠的注册址,这是我去年买的那一台车,大家看到这个上牌注册过后的总费用是多,只有44.6美元,一个项目说,第一个,年度注册费, 这车牌的注册一年是20美元,我们州的私家车或者说民用车,基本都是这样,但是电动车是120美元,烧油的,混动的,烧油,包括汽油和柴油都算上,都是20美元,title fee,过户费,把车主变更,这样收个手续费是18美元,最主要的是最后一项,税tax,只有6.6美元, 那佐治亚州的汽车消费税是6.6%,那我交税交了6块6,说明我的车只值100美元,有人说站好车你谎报,成交价格,我跟车管所说,我车100美元买的,随便找四个轮子,放二手货网站上,你发100块,三个小时之内就一群人来联系你,报废车厂收车,走不了的车都不止100块,是不是,你买个车花100块,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呢,不卖官司了,在私人交易过程中,只有私人交易,美国我所经历的, 不同州有不同的收税定价标准,第一种就是以买卖合同为准,那比如说我从老李手里买了一台车,合同上写着是1万美元,我带着购买合同,我带着签好字的title,但甚至说带了公正文件,我到车管所去,我说我买了这台车1万美元,我来注册,车管所呢,就按照1万美元进行收税啊,比如说每个州的那个汽车消费税嘛,有7%的,11%的,按照税率一成收税,就完事了,至于这1万美元,是真的是, 1万美元买的,还是说1万2千美元,1万5千美元买的,写了1万美元,车管所是没法去求证的,这是第一种,有的州是这样一个标准,第二种,那我们佐治亚州的标准呢,是车管所系统里有一个车型,市场行行的数据库,根据年限品牌型号啊, 他来定义这个车值多少钱,虽然表面上没说不相信私人车主啊,私人买家之间合同上写的数字,但他实际上进行收税的过程中,对这个税务最后的价格,没有太多的影响,他按自己的体系来算,所以说这个买卖合同更多的功能,只是确定一个买卖关系,而不是收税价格的衡量,那这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啊, 对于一些冷门车,一些保有量很小的车,对于一些古董车,老车,车管所系统里的数据库不足,所以说他不知道这个车值多少钱,因为他没有往期的这个交易成交记录,他自己获取不到数据,我告诉他,我这车是18000美元买的,他把按照那个数字键盘输入到系统里,啪,最后计算机显示还是这个车值100美元,收税还是6块6,那人说账车,那车管所是不是傻啊,州政府这赔多少钱呢,那我接下来开始说一说, 车管所他这样的一个政策,他有哪些种影响,他最后是赚的多还是赔的多,像佐治亚州这种车管所税务体系系统呢,他就比较量化的按照年品牌型号V码来决定车的市场价值,所以有以下几种情况,那情况A,车管所损失了,也就是说他把车价值给算小了,真实情况,我买的这台2005年的ES330,大家也都知道之前做视频用的这个车,我花了5200美元从私人手里买,然后我拿着这个 买卖合同去车管所上税的时候,他按照车,他系统里的价格来给我收税,他系统里觉得这个车只值3500美元,他觉得这个车已经不值5000块,你看正好跟市场上这种老的日系,尤其是雷克萨斯丰田这种车,他也有溢价,他也比较保值,正好对得上,所以说其实车管所的这个体系,他是要滞后市场的,他其实是有一个滞后延迟性的,所以说并不能保证 他是一个相对来讲最公平,最客观的一个状态,明明这个车市场行情高,溢价高,保值,但他就觉得这车是破车,那这样是一种情况,那B情况,车管所把这个车的价格给估高了,多收税了,比如说车主花12000买的车,私人交易之间,但车管所觉得这车值15000,为什么呢,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州的车管所,他的体系里边,他的算法里边,并没有把这个车的事故记录给连接到一块, 如果一个人买了一个事故车,或者哪怕他修好了,咱一查事故记录,carfax autocheck,他都有记录的,那这个贬值,没事故的车,比如说卖15000,有事故,同样一款车,同样一个里程,他可能卖13000,那消费者呢,从私人手里花13000买来了,到车管所去注册,车管所直接一看,你这个车值15000,我按15000给你收税,那这时候有人说了,那carfax autocheck上不都有吗,那车管所不会看吗,不会查吗, 信息是一样的信息,但是信息在不同角色那的性质就不一样,carfax autocheck都是商业机构,如果美国所用的这个汽车历史记录报告,尤其是事故报告,是保险公司统一到一个第三方非盈利平台来刊登的,或者说车管所也好,警察局也好,都去那里刊登,那个才是最准确的,但是没有,为什么不能有,有了就影响很多角色的利益,我不能再往下说了,所以说我们车管所, 在进行收税的时候,来评估这个车价格的时候,根本都没有纳入这个车身上是否发生过严重的事故记录,是否有一些修复的痕迹,这样收税呢,按道理讲,就不是非常公平,客观合理,那现在大家回过来一看,你觉得A和B,哪个群体案件的数量更大呢,肯定是B嘛,车管所还是赚大头的嘛,那毕竟交易量比较大的车,还都是15年以内的车的比较多嘛,两种标准,我想讲一下这两种方式,升华一下啊,一个 这是the right way,正确的方式,一个是the easy way,容易的方式,这个容易是相对于管事人的啊,对车管所来讲的,不是对我们车主来讲的,the right way,正确的方式,就应该按照客观的成交价来进行收税,但是这个客观的成交价,私人交易之间,把这个数字传达给车管所的时候,这个过程很难把控,这个价格是真实的成交价, 他不好操作,对吧,15000买的车,我到车管所,我说我12000买的,我说我1万买的,车管所很难去求证,需要签合同的人,有一定比较高的自觉性,那第二种方式的easy way,对于车管所来讲,比较容易操作的方式,就是佐治亚州的这种方式啊,就你说多少钱,那不算数啊, 我觉得多少钱,那就是多少钱,按这个钱进行收税,那缺点呢,就是有不合理的地方,那第一,你没考虑这个车车况啊,发生过哪些事故记录,对这个车有没有贬值的影响,那还有的车,它其实是溢价的车,有收藏价值的,市场行情比较高的,炒的价格比较高的,你又按比较便宜的来收,那你自己也是损失啊,但这个呢,是一个easy way,是一个容易的方式,我再举个例子啊,就是生活中就非常常见的例子,我不知道大家对 生活这些东西有没有思考,带小朋友去动物园,7岁以下的小朋友半价,这是一个标准,第二个,1米4身高以下的小朋友半价,这是另外一个标准,大家觉得哪个是对的,哪个是容易的呢,按照正确的讲,应该是按年龄来分的,7岁以下小朋友半价,但是7岁怎么去求证,去动物园,还拿个出生证明啊,你看我们家孩子啊,没到7岁呢,对吧,就是不是好容易操作的,那1米4以下的半价,这个就是好操作的,但是它合理吗, 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我们家孩子4岁就长1米8,那应该半价呀,但是你家孩子这么高,你超过1米4了,你就不能半价,虽然年龄小,家长也很委屈啊,那有家孩子20岁了,不叫孩子了啊,还1米4呢,那就半价咯,所以说你看你站在谁的角度上,可能是辩证的,一定会有冲突的啊,就是站在不同的利益角度来讲,政策不同,我们开的车不同,产生不一样的效果,OK,这期的内容就是这些,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最主要是思考啊, 汽车文化,产品,消费,市场,商业,我是张小车,我们下期再见